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恐龙主宰世界的故事 电影《恐龙当家》 在一个幸福的日子里,三只小恐龙出生了 哥哥和姐姐都十分的健康活泼 唯独阿洛瘦瘦小小,十分胆怯 很快,几只小家伙就长大了 但阿洛一直十分胆小 爸爸也一直在帮助他壮胆 安排他抓偷粮食的野人 第二天,野人果然闯入他们的粮仓 虽然野人个子矮小,但是十分勇猛 阿洛没能克服内心的胆怯,放跑了野人 爸爸十分生气,带着阿洛追了出去 半路上下起了暴雨 爸爸带着阿洛准备折返回家 谁知,河水突然上涨 爸爸刚把阿洛甩到高处 洪水一下子就冲走了爸爸 失去了家庭支柱 家人突然颓丧了很多 一天,野人再次闯入他们的粮仓 阿洛将爸爸的死都归咎于小野人 所以十分憎恨他 阿洛去追野人,却掉进了河被冲走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阿洛一路沿着河走 希望这样可以找到自己的家 沿路上他靠吃着红色浆果饱腹 但因为树太高 他怎么也摘不到果子 这时他再次看见了小野人 小野人将自己捕捉到的猎物送给阿洛吃 但阿洛只吃了他带来的浆果 阿洛意识到小野人对他没有恶意 跟随他来到一片悬崖 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大棵浆果树 正准备大吃一顿石 从树上冒出一条毒蛇 阿洛被吓得掉下悬崖 幸好山下是一片树林 一起掉下山崖的毒蛇 准备攻击阿洛 被小野人几口咬中 落荒而逃 毒蛇一跑 小野人瞬间化身 乖乖犬 就这样小野人成为了阿洛的保镖 两人一起打打闹闹的踏上归途 他们的关系也渐渐的亲密 第二天他们继续赶路 结果遇上了风暴 风暴停止之后 所有的树都倒塌了 阿洛迷失了方向 他向几只翼龙询问方向 结果对方要吃掉小野人 阿洛带着小野人逃跑 在几头霸王龙的帮助下 躲过一劫 霸王龙要求他们帮忙寻找丢失的牛群 凭借小野人灵敏的鼻子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牛群 并在阿洛的帮助下 吸引了偷牛贼的注意力 霸王龙趁机放跑了牛群 就这样阿洛成为霸王龙的朋友 晚上阿洛和霸王龙们聊天 发现他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疤痕 这些都是勇敢的象征 阿洛十分羡慕 第二天他发现了家门前的那座山 于是和霸王龙告别 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奔向墓地地时 听见了几声吼叫 那是小野人的同类 阿洛眼见小野人朝着那个野人爬去 自私地将小野人带走了 他舍不得失去小野人这个朋友 但是没想到因此害了小野人 回家的路上翼龙出现 抢走了小野人 阿洛从悬崖掉下被藤子缠住 关键时刻他看见爸爸来救他回家 但很快他发现爸爸只是他的幻想 最终阿洛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挣扎着狂奔回去救小野人 用独属于小野人的方式呼唤着他 很快就得到了回应 此时翼龙正在河边 攻击躲在树干中的小野人 阿洛鼓起勇气赶走了翼龙 却不料山洪爆发冲走了小野人 阿洛跳进河里 和他一起掉下了瀑布 最终他成功地救起了小野人 之后不久 他们终于赶到了目的地 正准备回家时 再次听到那个野人的呼唤 看着小野人开心的样子 这次阿洛没有强行带走他 他知道小野人和同类在一起 才是最好的 最后阿洛只身一人回到了家乡 但无论如何 这趟旅行让阿洛成长了 也让他收获了朋友 这个故事天马行空地给了一个假设 人类成为了恐龙的宠物 但转过头来想想 如果恐龙没有灭绝 或许真会有这么一个场面的发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